首先如果你说Netflix这个业绩 我刚才第一节也有说 多谢他出业绩 拉低了大家 对于接触增长股的期望 而且自从上一次他 和上一次的Facebook 大家就开始感受到 无论你的东西多大多出名 其实都是在美股的有效度很高 其实一出市 就可以有很大的波动 这个大家都感受到 但是如果我向前看 我自己觉得其实直拨率不高 当然在这一刻说 我觉得好像很危险 如果有些人只看几天或两个星期 我可能这个说错 因为上次出现业绩 第二天就是有人去拉底 那你就升了三成 但是我觉得这次 纵使可能有人拉底的话 去拨这些反弹 应该反弹幅度未必有那么多 对了其中一个原因 因为市场是会看之前发生过的什么事 它当是一个教训的 总之可能你纯粹拨一些短线的 说你是技术分析 或者你纯粹情绪去拨反弹 可能未必会预测得那么多 这个短线我当作搭了 戴了头盔 第二反而去一些中长线的想法 就是如果很多机构投资者 中长线的会去想 通常我们经常说出现一份差的业绩 看看究竟能看到一两份业绩 或者叫做有些业绩 从建底转好的时候 你有时都会听到我说 看多一份业绩 看如果连续两季都转好 就可以开始想 是不是整件事可以抄底了 但是现在反过来 它是连续两季出了差的 变成了其实应该是中长线的朋友 可能觉得你真的有些事出了 可能股价真的反映了很多 或者价格了不少 因为你都已经去到一百年起步位了 其实变成了 其实大家会去想的 就是中长线会不会这么快陪你去骂 当然我觉得这件事就不会死的 应该已经这么有规模 应该不会死的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 你要去想多一件事 就是上次有个基金经理 去抄底楼出名 现在都出了事 我自己觉得起码会少了一批 像他这样的人 去帮你去短线承接 还有刚才有条问题 究竟价格了这么多 究竟会不会令估值便宜呢 这个其实很可圈可点 大家想想 究竟大概两年前左右 大家想着买Netflix是买什么 买增长的嘛 就是我经常觉得最尴尬 就是令到可能有一帮 原本一向是买增长的朋友 谁知道因为买了一只股贩 可能又没有止蚀了 那变成了推了股价下来之后 就突然间你用PE 这些传统股价去看 这些原本你是用PS去看的那些股份 你反过来真的要问一下自己 究竟是自己在哄自己 还是什么事呢 或者你反过来 当你没有买的 你会发觉 市场上对这只股份 很明显的角度不同了 由原本增长到现在 现在你纯粹贪它便宜去买 那不是两年前大家对它的感觉 我只能这么说 我一定会再等它 看看有没有业绩才再算 业绩上要看有没有转向 如果大家记得 在过去这半年 我说过Netflix有一件事 是令到我突然间非常失望的 就是它出完游戏 我认为它会用自己的IP 放入游戏 令到它可能赚一些钱 但其实它大概半年前了 它便出了一个earnings call 其实我们未想到如何赚钱 那这个就麻烦了 游戏是烧钱的东西 你还不懂得用你的IP 其实我已经立刻大扣分 第二就是说 现在如果有IP 很多时候就会想到 它现在最近出一些戏 我觉得它捉错了 那观众的口味 或者其实消费模式 我们刚才麦前说 我们不要好像炒冷饭 不要炒冷饭 离去都是那些剧中 喜欢就突然推出来 我不要披除男仔或女仔 喜欢看韩剧 韩剧有个位置 其实我觉得很tricky 我们自己有时在公司也有谈的 就是说好看的 很多人很喜欢看 一不好看 因为他们的文化是相对慢 即是那部电影的节奏很慢 你作为一个观众 你一按 即是韩剧 我们未必会全能查看 背景才去选戏看 那你甚至要扔飞标 你扔多几支飞标都失望 就会没有兴趣 是的 所以 我不是只是韩剧 就算其他出完Money Haze 又出巴西 欧洲 另外一些国家的版本 我真的没什么兴趣 所以无论在用户体验 还是在金融的角度 我觉得中期的直播率 现在不高 但如果你觉得你是高手 纯粹想进去转身 可能可以考虑 是